我覺得未來你要看 有些基本因素上你可以猜的 就是說烏和局勢有沒有機會見曙光 那些你可以去猜 但是你說剛剛有些很短線的因素上面 譬如好像近期說的那些中美審計 或者美國 其實烏和局勢都不是偏是可以猜的那些因素 可以猜的那些因素就是美國經濟狀況 究竟處於一個什麼階段 是不是說未來好一點 這些你可以猜 但是這些就是我們看到的能見度 就是既然企業都不是很肯請日 那些物價仍然是高企 那我們就猜經濟狀況是不樂觀 所以那個經濟狀況不樂觀 實際上是說中長線走勢上面 何謂中長線 起碼一年以上 這個未來一年的看法就是不樂觀 所以市場沒有理由去猜去見底 但是要低落一個什麼水平才夠 看看經濟狀況差得多厲害 如果未來第三次世界大戰 沒有的 那個指數真的落到不知什麼位置 看看情況有戰況有多激烈 但是沒有的 沒有事發生的 那個估值就可能再小一點 可能有之前那些低位 小到一成至兩成左右 那個估值那些位置開始覺得 reasonable 資金隨著見到的業績 相對的還是穩健的 就直接去賣了 所以我覺得估指數底 向來對於投機炒作來說是的 但是那些位置何時才開始去猜底 穿了位那些時候才會想 所以暫時來說 短線最重要的是 上個禮拜五 整支這麼大的陰竹出來了 那支陰竹基本上收不回的時候 那些估值就可能繼續順著下去 其實你看回之前也是 出了一些很大的陰竹 你看圖表也是 不會這麼快短時間收復到 相反到如果你是這麼快短時間收復到的時候 有時候是一些轉捩點來的 但是這段時間就 你最多等消息 就是當有消息出到你 你看到剛剛我講的那些 全部都好像錯的 那就有機會查回上去 相反地你未來 現在我們剛剛講很多 就是經濟前景未來有機會慢慢惡化 那如果你這段時間 我們見到一些PMI數據 特別說你去到月尾的時候 月頭一堆PMI數據出來 記住不只是美國 還有歐洲那些 那些出來真的差了 五十都穿了 內地都有PMI數據 都有機會出五十的 那市場有什麼反應 那問題就會在 所以短線來講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跟兩個月前的狀況更差 兩個月前 大家都還是繼續擔心歐美的狀況 但是當時大家就是想 中國 新興市場 東南亞市場上面 經濟狀況好一點 可以有個東升西降的狀況 但如果你去到這一刻 其實中國的經濟都是放風壓力很大 資金好像沒有路可走 所以那個避險情緒 其實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升得很厲害 真的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真的要小心的 所以如果你開好倉那些 你都還選擇看好的 你不相信的 始終美股經常都有很強的表現感 減遲一些先 你起碼都說這些 做一些適量減遲先 不要那麼重貨 我覺得短線其實我會 如果你看得很短線 很痛快短線 可能有收 三個月內 用一個圖表來做的決定會比較好 而短線來說 其實你看到道指上面 就是收不到一支大音竹 基本上短線走勢都是向下 示範戰的低位是不奇怪的